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听浩浩相相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财 今天的讲题就是 最近一个大热的话题 差不多可以说是风魔全球 总之有订阅Netflix的串流平台 大陆叫做网飞 不过香港人很少用这个中文名 都是讲这一套Netflix的剧集 就是刘慈欣小说改编的三体 所以今天讲题就是 三体的热潮全面看 从小说到双胞胎的电视剧 不过未说之前也略为讲讲 我今早扭开电视 也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我很关心在中东 在加沙发生的事情 觉得也很憤慨 我已经讲了很多集 最近联合国安理会 他不是一致通过 因为美国最终投了棄权票 但14个会员当时 投票通过强烈呼吁 要立即停火 当然亦都呼吁 哈马斯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但这真的是 强烈呼吁立即停火 而且希望达到一个永久的停火 和平也是第一次 因为以往那些全部都是被美国否决的 这次美国就不否决了 他上次提出 刚好之前的几天 提出的 就被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 当然有很多有心的国家 再草耳过提交 这次已经通过了 但当然 大家知道 其实他是没约束力的 现在这个国际关系也是这样的 但始终是一个很强的信息 联合国安理会 所以当然以色列 应该是完全 完全不会听 内塔尼亚湖都已经发表了 强烈的抗议之类 但始终 都是一件好事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这件事的看法 接下来就是言归正传 但是 未说之前不用说了 要警告什么警告 因为 接下来当然有剧透 如果大家未看三看这本小说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未看 或是未看这部Netflix的剧集 当然还有包括内地那部 因为我说是双胞胎 小心 你可以继续看下去也可以 但是有剧套 可能会影响你的欣赏 未开始之前 我建议大家重温一下我的两集 因为其实我在早前 已经有说过三看这部小说 就是去年12月15号 有讲一个讲题叫做天文与科幻 就是南门义的召唤 里面其实有讲到什么叫三体问题 因为南门义本身是一个三合星系 还有三体这本小说里面有讲过的 一个混沌的运动 就是有恒纪元和乱纪元 我已经说了其实这个根本是有违 因为我们现时科学的认识 纯粹是刘慈欣自己作出来 他是根据运动理论的一些概念来作出来的 另外一集就是今年年头 就是1月2号 就是说宇宙很危险 人类可以怎样 就是霍金的警告 还有什么呢 黑暗深林法则 就是三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核心思想 如果大家是未听的 我都强烈建议大家听这两集先 好了 这样也要讲一讲 其实我这么多年以来 和大陆的科幻界 和三体这本小说 和他的作者的一点渊源 说真的 我真的由小学的六年班开始 就爱上了科幻小说 在大会堂的儿童图书馆 已经大体那里的中文 但是很少 很快去中一中二 就上了去看英文 然后中二那一年 就上了去成人图书馆 但是我也是透过这些中文书籍 就知道大陆是有一些科幻的作家 真是老一辈的 很多是解放前已经是写作的 解放后继续有 包括最出名的叫做郑文光 叫做飞向人马座 可以有些人说是中国第一本的 长篇科幻小说 有叶永烈 肖建亨 童恩正 刘思庆 所有这些 因为当时我在图书馆 都借到一些 书籍 其实是一些科幻故事集 所以里面就有这些科幻作家的名字 我都开始认识了 在中学的时代 但是一时间一跳就跳到很远了 一跳到1997年 当时 是我第一次移民澳洲 那时七月我回北京做博士论文的研究 一个所谓野外考察 恩利成变就参加了 四川的成都的科幻世界这本习志 当时在中国差不多是唯一一本的 最权威的科幻习志 在北京搞的北京国际科幻会议 那次真的很开心 因为也有很多外国的参与者 包括第一个在太空漫步的俄罗斯太空人 也有外国的科幻作家也有来 当时我也很开心看到郑文光老师 有些人习惯叫老师 不过其实当时他已经 经历过中风 行动很不方便 看到有人推着轮椅 是出来的 我也是上前帮他打个招呼 也认识了当时一个相对地叫做新晋的作家 现在当然不是新晋 97年 叫做王俊康 当时王俊康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 No.1的科幻作家 后来被刘慈欣取代了他的地位 你可以这样说 好了,就说到刘慈欣了 我第一次听见刘慈欣这个名字 我都是惭愧作为科幻的高烧友 都是后知后觉的 话说 当时我和台湾的一位 可以说在台湾的No.1的科幻推手 叫做叶李华 很熟悉的 他每次来香港都找我 他和贵康很熟悉的 因为贵康当时在美国住了10年 认识了叶李华 叶李华当然是慕名去找他 两个都结成亡年之交 因为两个年纪相差很大 其实我也比叶李华大很多 但是有一次 话说在2009或10年 我不记得 可能是10年初 叶李华 就来香港 我和香港科办会的一众会友 接待他在尖东的一间酒楼吃晚饭 他说一说一说他才提到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刘慈欣 一开始我听不明白 因为他是说国语的 他说了此先 什么了此先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不习惯了 原来的因字是读过先 大家知道了 就是普通话 才知道他说原来是欣赏的因 先上的先 刘慈欣 人词的人 我还没听过 他又很猜疑 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大陆是一个很火红的作家 他发表了不少小说 但是最新的那本叫三体 在大陆很风魔 我说那真的不行了 真的要找来看看 所以应该就是2010年期间 当时的前科幻会的会长 因为那时候我就刚刚担当起 科幻会会长 我是2008年提早退休 之后就被人抓住 立刻做科幻会会长 我应该早点做 但是因为我说真的太忙了 前会长白感辉 他经常借给我看 借了这个大陆版 简体字版的三体 给我 我一口气就把这个所谓三卷本的长篇小说 这个巨著看完 他总共 当然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 是八十几万字的 很厉害的 你看完一本三体 说真的大家知道 外面坊间的书 特别是小说 其实很多都不够十万字的 十万八万已经算是很多了 所以八十几万字 你可以说 其实等于八九本小说 你看完他一本等于别人的八九本 但是你一气呵成看 就是等于当年 就是几十年前 我看这个金融的射雕英雄转一样 好了 那就要介绍了 其实这个刘慈欣在2006年最先在雜誌上连转 然后在2008年出第一集的单行本 就是叫做地球往事 就是第一卷 第二本就是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2009还是什么 就是叫做黑暗森林 没错了 然后最后就是 2010年尾就好像是出了第三集大结局 就叫做死神永生的 所谓是三卷本 这个就是大陆版 但是2011年 2011年初 原来台湾有一间叫做猫头鹰出版社 他就找人 就将这个三体 当然不用怎么找人 有原件 就是变成繁体字版 就是在台湾出版 他就找到我 因为他经验业理华 推荐找我 他说我是香港科幻会会长 就是写一个推荐语 因为他都知道我看了 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我说这不单是中文科幻的巅峰之作 就是以西方科幻的最高标准来看 也属巅峰之作 刘慈欣的超凡想象力和创作力是使人堂目 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 更加令人赞叹和折服 史诗式科幻是科幻创作中的最高景价 而这部作品则是史诗式科幻的极 我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这个推荐语是印在书的背部 所以这就是台湾的繁体字版 第一本 地球往事 右上角黑暗森林 左上角死层永生 这三本的背面 背部都印有我刚才所写的推荐语 OK? 好了 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刘慈欣 我写的那时候 到了2011年 刚才说2011年初 现在到了7月了 7月原来香港书展 刘慈欣应邀来到香港 在7月22日 我看回自己的日记 主持了一个讲座 这个讲题也很吸引 他说从科幻角度看现实 他还说 在讲座里分两个字的题目 就是subtitle 一个叫从科幻角度看经济与环境 第二个是从经济角度看政治与社会 我觉得很大胆 如果一个大陆作家 能够这么说 我不知道他在大陆够不够这么说 下来香港 他可能是比较大胆 但也不要忘记 那时候是2011年 即使在大陆的气氛 都比较宽松一点 未至到现在都离谱 但是 世上的讲座内容 我就不详细说了 世上 我也和大家介绍过 这本书《超次元》 我应该先讲到这个 就是 那个讲座里面 我们当时看 我就 拉了10个8个科幻会的会友 去支持 我们也很想听 但是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冷门的 一个讲座 刘慈欣有多少人认识 当时 2011年 但竟然会场里面 他也是一个大会场 应该是打通两个厅 是座无虚直 坐到满了 我们也很诧异 而且也是年轻人 我们很开心 这么多年轻人 认识劉慈欣的吗 大家猜不到为什么 原来 我都免得写出来 其实是不知道的 大佬 说完了 问答时间 一问一答 那些人举手发问 一举手发问 你就知道为什么 全部都是说普通话的 在座的年轻人 其实是大陆的 来香港读书的学生 绝大部分 以他们的年纪 接下来所有的发问 都是说普通话的 其实是大陆人支持大陆人 不是香港有很多年轻人 看过刘慈欣 这个是美丽的误会 不好意思 但是 即即是这样 我又听他们问的问题 原来也很有水平的 是高水平的提问 里面有提到 主要是集中在三体 虽然他之前有很多作品 里面他说 三体是不是一种 叫技术主义 technocratism 或者是不是一种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移民主义 甚至 是牵涉到 康德 所谓道德律令的问题 当然 刘慈欣一一作答 你说答得 满不满意 见仁见智 但是我都觉得 这些学生 是有水平的 他不仅仅是小说 他写完之后 是有反思的 好了 就说回这个 就是说 这本《超次元圣战和多重宇宙》里面 其实有两篇文章 都有提到这个讲座 也都有提到 所谓三体这本书里面 所说的南门二 那个《恒几元》 《乱几元》 也有说到他说 从科幻角度看 经济要环境 我就从环境的角度 有一篇文章 就是回应刘慈欣的 可以这么说的 好 好了 但是还有 几天之后 我们当然 透过大会 然后接触刘慈欣 因为我们香港科幻会 出师有名 真的邀请到刘慈欣 上来科幻会的总部 我们叫总部 其实是我们副会长 方梓华先生的家 但是那里也是我们科幻会的藏书所在 就是我们科幻会的图书馆 他上来 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跟他上来 正式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当时也有拍了 视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视频 他们说出了问题 真是激死了 但是当然 由我来访问 用我的普通话 跟他谈谈了很多问题 然后呢 还去西贡市吃海鲜 晚饭了 整晚跟他坐在他旁边谈谈 谈谈很多事情才知道几件事 第一 他就说他是克拉克迷 他主要对科幻的热爱 就受到After Sea Clark的启发 另外他是一个军事迷 还有原来他家里收藏了不少的枪械 当然我不是太好意识问 大陆来说 你可以私人收藏枪械吗 当然其实他也不是 并非普通人 他一定是有人脈的关系 是吧 但是这件事 其实 我会说到 跟三体背后的中心思想 是有关系的 不如现在不说 接下来 只是加几个月 就是11月 现在说2011年11月 我就去到四川成都 就出席一个科幻大会 也是科幻世界杂志办的 再次跟大楼碰头 也跟他同台吃饭 也有机会获取到他一本新书的签名 但其实不是真的新书 就是流浪地球 当时当然完全不知道他后来会拍成电影 还拍成两套大电影 但其实流浪地球是一个短故事 是一个中短片故事集 他就叫流浪地球 他帮我签名 好了 再说回三体 三体在大陆 蜂魔得不得了 尤其是第三集 我听说 一印印了10万本 几天之内已经是一掃而空 我们在香港写作的 你真是 完全不能恨 不要说是10万本 我们出1000本 通常是2000本 我的书出2000本 但有时有些出版社说 现在的警方很艰难 他们甚至是 试探出1000本 如果卖完我们就尽快出第二版 第二次印刷 但他十万本的大陆 几天之内卖了 但这也是限于大陆 但是很重要 几年后 2014年 美国 美籍华裔的一个作家 也是科幻的 叫做刘雨昆 Ken Liu 他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他之前译的 把三体译做英文 The Three Body Problem 他第一本就用回三体 第二本就是黑暗森林 Dark Forest 第三本就是死神永生 但是他叫Death's End 这样就引起西方的注意 西方的科幻迷 就是不看由自可 一看就从来都不知道 中国的科幻 原来已经去到这样的水平 赞叹不易 还不得以 厉害了 第二年 2015年 9年前 他就勇奪这个 是全世界都公认为 叫做科幻界的奥斯卡 就是雨果掌 Hugo 不过这个就不是 法国大文豪Victor Hugo 这个就是 上世纪20年代 最先推动这个科幻 雜誌的一个编辑 叫做Hugo Jansback 那些人后来为了纪念他 就是1953年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叫做雨果奖 Hugo Award 从来是没试过 是有中国人是获取得这个奖的 2015年 就是因为Ken Liu 就逆了 等西方人接触了 他就涌奪了这个最佳小说奖 很厉害了 当然 中国的人 尤其是科幻迷 就非常之 着弱了 这张就是他们 拿奖的时候 就是 刘慈欣和Ken Liu 的合照 你看到Ken Liu 也是很年轻的 好了 但是也说一说题外话 大家知道刚刚过去了 没多久的 其实 2023年的这个雨果掌 就是 怀疑有这个 屈服于中国审查 不让某些中国作家的出席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闻 对我们来说 是吧 整天说得逐一点 我们都说七出获祭 不用说了 好了 但是说回三体 2016年 其实10月7号 我看回这些记录 我自己也不记得 我就是应这个 中文大学读书会之邀 在金钟美国银行大厦 他们的Town Center 主讲了一个 就是刘慈欣的三体 都讲了两个多钟 很多人来参加 好了 但是让我们重温一下三体里面最核心的意念 就是他第二本的书名叫黑暗森林 究竟什么是黑暗森林法则 我之前说过了 不过我怕大家不记得 黑暗森林法则背后的理据 这里加入了一点的补充 我分为 一叫随机进化论 就是说 这个高等智慧的生物的出现和演化 是可迟可早 亦都可快可慢 好了 另外就是科技爆炸论 但是当他一旦发展出现代的科技 就是人类 就进入了科学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 就是十五六世纪 然后就有现代科技 工业化 就会快得很加关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自我反贵 正反贵的作用 自我促进强化的 很快就会呈止数增长 第三就是所谓奇心必义论 或者叫做居心叵测论 就是说 外星人很可能是善意的 好像ET那些电影里面所说 但是问题就是 你只要有一千个外星人的族类 有一个甚至一万个有一个 是坏心肠的话 是邪恶的话 而他的科技水平是 远远超越我们的 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就是所谓奇心必义论 然后第四个就是 猜疑链的理论 就是说根本 你没办法 说真的就算人类之间 或者就算是两个原始部落 你都很难知道 究竟隔离的部落 或者隔离的村 究竟的人是不是真的善良的 还是邪恶的 是盯着你的东西 想抢你的东西 这样都已经是互相差异了 何况现在我们在说的是 在不同的星球上 经历不同演化的历程 有结构生理 心理完全不同 于是你怎知道他是真是 好心肠还是坏心肠呢 互相差异是一定存在的 无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叫做猜疑链 你猜疑我 我又猜疑你 其实某一程度上 如果是这个博弈论 game theory 就是类似一个 叫做囚犯两难的推论 叫做the prisoner's dilemma OK 好了 所以将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就是出了这个所谓 黑暗森林的理论 就是什么 他说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的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着枪的猎人 好像幽灵那样潜行在这个林间 在这片森林里面 他人就是地狱 就是其他的外星族类 就是永恒的威胁 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 都会很快就会被消灭 这个就是宇宙文明的途径 就是法则 所以这里大大只字写 他说被发现总有一方被消灭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是很负面 很灰 很悲观的一套看法 其实上次我也有说过 是霍金的警告 记不记得 我拉低一点 不要遮住他 这里 我们重温一下 他说 If aliens visit us The outcome would be Much as when Columbus landed in America which didn't turn out well for the native Americans We only have to look at ourselves to see how intelligent life might develop into something we wouldn't want to meet 很清晰了 所以霍金都说不要随便 暴露我们的所在 我们的存在 好了 结论就是什么 第一必须尽力隐藏自己的存在 第二 就是一旦被发现 就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就是这些 其实是50年代 荷里活那些 B级和C级的 科幻的烂片 就是造型 好了 我也有提过 就是在前几集 我说莫非黑暗心灵法则 就是废米撥论的大 大直症 大直症 但是我也有提过 有人访问刘慈欣 是不是你真是这么悲观 刘慈欣笑笑说 我只是写小说 好了 但是我也有提过 其实我们已经不幸暴露了我们的所在 因为我们的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柏林召开 就是人类第一次的电视直播 有电视广播的 当时又是希特拉主持的 三六年 不要忘记 所以还没有勾战 就是说这些信息 其实已经离开了我们 是大半个世纪 如果那些外星人折祸 就已经知道了 有我们的存在 另外我也介绍过 尤其是在讲质数那集 就是1974年 美国科学家 利用波多黎洛的 阿雷西博的无线电望远镜 就是发射了这个讯号 好了 立刻就去到这个三体 小说略为讲了 遲些会再讲 但是就搬上大银魔 现在大家就知道 有这个Netflix剧集 有些人可力都知道 大陆有拍 但是可能未必那么多人知道 就是说他曾经最先 不是打算拍电视剧 是打算拍大电影的 而且这个版权 已经有人 跟刘慈欣买了版权 有一个大陆的财团 就是想着2015年 他们就已经是开拍了 也是拍了一部分 拍了多少呢 我就查不到资料 究竟是有没有拍完 或者是拍了一点 但是到了最后 其实是没有上映的 可以说是烂尾 这部烂尾的电影 我们所有的科幻发烧友 都是真是很可惜 好了 但是其实他主要的人物 你也看到了 我在网上找到 已经找了这些人饰演 其中一个主人翁 这个叫汪淼 三个水字 就是有一个叫冯兆峰 大家未必熟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叶文杰 而叶文杰 如果大家有看大陆的电影 或者是香港和大陆合拍 你也可能听过他的名字 或者看过的电影 就是叫张静初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陈可新拍的那一部 《投名状》 就是张静初有份做的 他就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叶文杰 天体迷你学家 另外一个 吴光飾演史强 杨史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就是 大家能否认得他的样子 就是张静初 他在《三体》里面的造型 造型和剧照都出来了 但是从来没有上映过 非常可惜 另外还有很多人物 如果大家真的有看小说 你都很熟悉 里面我都转了个颜色 新玉妃 潘寒 毅成 杨东 雷志成 常韦斯 杨卫宁 最左边的演员的名字 我们不用理他 剧中人的名字 我们有兴趣 但是我特别想提出 有两个人名字 大家要留意 就是 尾三的 就是张凡飾演雷志成 这个雷志成是什么 就是熊岸基地的政治委员 其实就是 你知大陆 任何机构 最大的不是院长 或者什么 其实就是我这个正位 这个就是雷志成 另外一个就是杨卫宁 最第一个是熊岸基地的总工程师 但是最重要的是 叶文杰的丈夫 叶文杰的丈夫 其实我刚刚才看完这个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 因为之前很忙 就全部播出那八集的 Netflix版的电视剧 是不是 我发觉 他还有保留一些 其实还没说完的 即使是在开场的 红岸基地的情节 包括杨卫宁作为叶文杰的丈夫 他也不是说得很清楚的 但是呢 雷志成 杨卫宁这两个人 其实是 即是一开场没多久 是有一个情节 是很震撼的 不过我这里卖个关子 也不想破坏大家欣赏的情绪 好了 但是也说一说 那套大电影就烂尾了 是不是 但是接着 原来2022年 就上了一个动画版 都是内地制作的 我还没看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过 我想看过的人也不多 就是动画版 还有趣 就是说去年年初 原来还出了一个漫画 就是 就是 书来的 是不是 已经是出了 有很多册 我也没看过 好了 最终进入 现在的所谓 闹双胞胎的电视剧 这个就是去年 2023年1月15日 他就由腾讯 Tencent 和中央电视台 大家合作来去制作这一部 大型的电视剧集 总共30集 就是三体 这些就是剧中人 OK 但是另外 就是今年 去到2024年 刚刚的 他这里就说 Netflix 3月21日 才开播 就是他自己拍的三体 3Body Problem的版本 打雷台 这个也是 Netflix版 里面的宣传海报 大家如果有看小说 或者看电视剧都知道 就是说 有很多科学家 竟然看去哪里也好 他都会在半空 看到一连串 这些数字 好像是一个倒数的时间 一路动一路动 令到很多科学家 直接发疯 好了 所以 现在就有所谓 腾讯版 大战 网飞版 Netflix版 但是 这里真的要 说一声报协 其实我是未看过腾讯版的 所谓的大战 只是我心目中想的 所以就没办法直接进行比较 所以我以下都是集中说 Netflix版的 Netflix版里面 最多人去谈论的 不用说 尤其是他一开场第一集 一开场就有一个很震撼性的 就是说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场面 就是说叶文杰 那个爸爸 叶哲泰 叶哲泰 是一个很出名的物理学家 被人在台上批斗 被红卫兵批斗 不得已 最后是活生生被他们打死的 但是当然 如果大家不熟悉大陆的情况 可能就非常震撼 但是说真的 记得很久以前 我说过几集 叫做看器董事局 其中有说左的邪恶 右的邪恶 说到左的邪恶 其实我也介绍过大家 看很多这些电影 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 有很多叫做伤痕文学 第一部就是台湾拍的 白景瑞 就是黄天后土 一定要看 然后是大陆自己拍的 你不要说台湾抹黑他 天文山传奇 巴山夜雨 附庸镇 南风增 还有陈冲 拍的天狱 和张艺谋拍的活着 龟来 所以如果你看过上述的电影 对于这个 今次三看电视剧 开场震撼的场面 你当然完全是心里有数 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我都说过 其实我没看过腾讯版 所以只会集中说Netflix版 Netflix版是怎样 当然很多人两个都看了 大家知道 他将故事背景 由主要在中国移到英国 主要在伦敦 很多人当然很不满 如果小粉红一定不满 还不特意 里面的很多角色 他全部都国际化了 因为在圆柱里面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只有少量的 也有外国人 但都是一些 不是最主要的角色 但现在他主要的角色 都变成了外国人 比如汪淼 他变成了英国的一个女的科学家 但后来就出来做一个企业家 但说他好像是拉丁蕊 但你看看也是一个外国人 那个黑人 那个叫做索尔 索尔 所以其实 刚才那个电影版 也没有列出来 因为其实电影版 还没拍完 一个就是 如果没有搞错 就是逻辑 其实在小说里面 是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黑人 是英国的科学家 也是 但也有一个有中国人 当然叶文杰 当然是保留中国人 这个很关键 而且他是在中国 最先接收到外星人讯声 然后回答 叶文杰很重要 他又有两个演员来做 一个 演他年轻的 那个其实是 一个台湾的女演员 是招募 真是 万中选一 但另外 老年版 那个就很有名 如果大家看得多 荷里活这些电影 都可能会见过他 他在很多电影里面 逢是有这样的 华裔的角色 他都会有扮演 如果大家有喜欢看 《Star Trek》 他在《Deep Space Nine》里面 其中的一辑 《Star Trek》 《星空奇遇》 他就扮演奥帕安的老婆 整天都看到 好了 还有哪几个 当然 也这么说 就是他现在扮演 情景 情景的角色 他也是保留 是一个中国人 但他也是在英国做研究 还有史强 有趣 史强 就是警察 反恐专家 他现在扮演了 英国的一个 可能是虚构出来的 战略情报组织 一个刑警 可以这么说 他也是找中国人做 很出名的 Bernedict Wong 大家如果有看过 奇异博士 Doctor Strange 还有很多超英雄电影 都有找他 包括《火星任务》里面 他也有出现 他扮演史强 他也是华裔的 他也是华裔的 但是 其中有一句很好笑的 叶文杰跟他说 是不是叶文杰 总之他说孙子 不是叶文杰 应该是索尔 他说 你不是知道 知己知彼 百战百姓 孙子不是这么说的 你猜 这个史强 但其实是Clarence 我为什么要知道 I come from Manchester 他这么说 我是曼茨斯斯特尼 他不会当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小贩和我 当然不满意 但如果你问我 我就觉得OK 现在Netflix 你拍给来的 不是给中国人看 不像腾讯版 你是给全世界看 全世界拍行 你当然要令他 有国际化的 布局 视野 那些人才会有了兴趣 所以他这样做法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 我是接受的 另外 就说文革情节放 在开始 原来 因为我都看了很久了 我都说过 你看看我是2010年 所有看的 所以 说的是 十四年前 这本小说 有些事情 我都不记得很清楚 你说 这个文革 我也觉得 应该不是在开始 文革的小说 这个肯定是 但后来 原来是有说 小说里面 好像说 Ken Liu 帮刘慈欣译了 做英文 小说的时期 他是刻意 将文革 放在书的开头 但他好像说 有征诚过 刘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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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程度上 他是跟随着英文版 说真的 这一套 Netflix版的拍摄 他基本上 当然有个剧本 当然是 个剧本 当然是 基因那是英文版 谁懂得看中文 他用英文版 来改篇 故事梗泰 很快 就是讲一条 timeline 它是很复杂的 而且整个故事 是横跨四百年的 这三题 但 大家一定要知道 首先就是说1968年 在中国,我看小说的时候我常常记住是东北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电视剧 他又说在内蒙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后来他又说有陕西,我也不知道搞什么 但是就是叶文杰就是之前接收到外星人的讯号 他还没接收,发出一个讯号 他就说借助太阳作为一个放大器,发出一个讯号 这是上头也批准的,1968年 但是这部电视剧中也有提到1972年 这是真实发生的,叫WOW SIGNAL 是美国好像俄亥俄洲的一个射电天文台收到的讯号 但是始终解释不了,究竟是不是外星人呢?不知道 但是他只是带过的,就是剧情里面 应该跟这个剧情无关 因为68至74只相差了四年 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在说回复来的 现在说的三体人是在四光年,行星 四光年以外的,即是说 现在这些无线讯号 由地球去就要四年 他们立刻回复,回到地球又要四年 所以来回是要八年的 所以即使我们最先发的讯号是1968 所以你也要加8,就是1976 所以应该是1976 但是他里面有提到1977 即是说 就收到回复了 叶文杰就在红岸计划那里收到回复 但是那个回复就说明是不要回答的 你自己看 但是叶文杰就不理那么多 照样回答 再次发出讯号 这是1976年的 OK? 但是说真的 76年之后你再加4 那就是80年 80年 其实对方应该收到了 80、81年 但是他就说 之后文革结束 76年之后就打倒四人帮 78年就邓小平复出 80、81就差不多改革开放 即是去到84年 叶文杰本身是一个很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 于是他就有机会出国 去了美国 后来有一幕见他 那个伊文斯这个美国人 后来就和他生了个女儿 在这个剧情里面 总之他去了美国 以后就在美国定居 好了 跳跳到2024年 2024年 其实在刘慈欣的小说 开场的时候 他说的是现代 所以他没有说明是哪一年 这一套电视剧 就说明了 就当是今年 因为他今年出街 是吧 2024年 就是发生的 发生里面 我提到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那些叫字子 就是三体人派出来的 超级的 通过这个高维度 就是超次元 所制造的一个质子 这样的大小的超级电脑 人工智能电脑 而且可以包围着整个地球 对地球进行监视 好了 那这些字子呢 其实他有说到 他说几个月前是到达的 所以呢 就是2024年 那些字子 就是由这个三体人那里 星系那里 到达地球 所以他们呢 他都用了很多年 他飞行了 他们不是以光束 字子都不是以光束 但是也很快的 好了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 当然那个剧集是还没说的 就是2400年 就是400年后 三体人的舰队 就会抵达的 这样 好了 这个就是叶文杰 这个就是Netflix版的 台湾女演员扮演年轻的叶文杰 那时候 就是勞改 去东北那里 这个就是大陆版 腾讯版的 右手边呢 就是年轻的 就是两个女演员 左手边那个就是上一年纪的 那么 叶文杰在整个故事里面 就真的处于一个最中心的位置 就是因为他的经历 就是最先说过 他爸爸在台上被人压生打死 之后还有很多很悲惨的经历 令到他对人性是彻底失望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就看完之后 我也有一些诧异的 就是其实这个编剧 就是Netflix版的编剧 是故意的 其中 就是在红岸计划里面 他还在中国大陆未出来的时候 他情节最震撼的那一幕 其实他没有拍出来的 我想是第二季他可能才会拍的 好 这里网上也很多 这些图 叶文杰为什么会成为人类的叛徒呢 三体的罪人叶文杰为何要暴露地球的所在呢 全宇宙的罪人叶文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是吧 好了 接着说叶文杰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不过在这个劇集第一季 Netflix版都已经死了 就叫做叶文斯 就是那个美国人 但是其中一段 就说他和他叫做上主 或者叫主 The Lord 英文叫做The Lord 的对话 但是看不到对方的样子 只是听到声音而已 说完一大轮之后 他那些 上主 就这么说了 他说 我们现在明白了 原来人类是会说方的 人类是不可信赖的 我们害怕你们 哇 当这个叶文斯一听见这个 就面色大便 知道大事不妙了 后来当然 这个三体人 透过这些字子 控制了全世界的电视 手机 或者户外的广告版 大大的字打出来写着 You are bugs 人类是害虫 人类体验这样 怎会不害怕 也知道他们已经派一个舰队来 400年后就到了 400年后 他们是不是要灭虫呢 好了 但是真的 其实我预备的材料 还有很多 我也打算说两集 这是上集的 但是也不想太长了 调一调大家的胃口 下一集我会继续 就是说三体的情节 还有我对他的评价 还有他背后的一些中心思想 甚至可以说一些哲理性的东西 再和大家探讨 好吗 下一集再见 拜拜